透过美食促进亲子关系 苗栗县社区教保资源中心 12月16号开办亲子烘焙DIY的课程 不仅是品尝手做美食 还能训练孩子手眼协调专注力 借此促进家庭关系 更达到推广食农教育的目的 擀面皮 戳楼出大小形状 不认是制作蛋黄酥或是饼干小点心 都是透过一双巧手 让大小朋友成为美食出身 私农教育其实从基础扎根 我们从学研教育部分 就在结合我们的教保资源中心 在做亲子教育的时候 就把这个私农教育融入里面 他安排了很多跟当地 我们农业的食材这边 跟相关的教育课程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国小跟国中部分 也结合营养午餐的营养教育 跟午餐教育部分 把我们食农教育的一些精神 跟一些在食材上面的认知 把它融入课程里面 美食手作烘焙好处多 不但能够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 训练手眼协调能力 还能够培养学童的专注力 自信心 苗栗县社区教保资源中心 要利用美食推广食农教育 更为促进亲子关系 7月16号开版亲子烘焙DIY课程 基本上结合家庭教育部分 也把食农教育这个区块 把它放在我们平常教育 家庭教育的一个议题里面 希望把食农教育的部分 从家庭落实 从学校这边来实践 教育处也鼓励学校 将食农教育 融入校园课程 孩子们能够把所学带回家分享 达到预教娱乐的目的